弱势关怀,不识动物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快就跑到他面前来 他就说上面的事情 说什么事情啊 哦师父啊 我刚才来 看到你的房间里面 没有你 可是只有整个房间都是水 我看到这么好玩都是水 吴时代很想到里面去游泳的 他说我不好意思 不能在师父房间里面游泳吧 因此我在外边捡了一个小瓦片 我从窗户的缝缝里面把它丢进去 有声音 水有声音 那个瓦片就沉到里面 你怎么这么搞 不对 你丢瓦片就不好了 为什么 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你等一会儿 如果再看到我房间里面又是水的话 发现那个瓦片 你看到的话 门打开进来 把那个瓦片捡出去 记得啊 不能忘掉 月光同志这样子交代他的弟子 就是夏文 那么这个同志跟他说前面的事情 我在告言 我就跟他说 你更见谁呀 口气开门 入止水中 除去瓦里 等一会儿你再来 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又是水的话 你就把门打开 你丢进去的那块瓦片 你把它捡出去 不能问所以然 为什么 不能问这个 你就照做 小孩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啦 所以同志奉教 后入定时啊 海浮渐水 瓦里完然 开门除除 那么不久 他在入定 那么这个小三明童子又来了 又看到整个房间里面满满的水 门一打开一看 瓦里还是存在 还在那边 那么他就开门啦 门打开 就跑进去 就把这个瓦片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我后出定了 身之柔出 我出定之后 身体的体质 回复原来健康 健康情况 不会心痛了 那个心痛就是 那个瓦片作怪 是他的徒弟给他的 现在把那个瓦片拿出去了 没问题了 有没有想想 这个小孩子把门打开水有没有溢出来 普通的水一打开他都卸出来了 而这个童子把门打开会不会水溢出来 不会 不会 因为他这个水是有范围的 跟这个豆腐块一样的 他这个门打开了 他还是水 满满 水 门打开了 水不会泄出来 而童子跑进去 到房间里面去 把这个瓦砾抓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问到这个童子 他有没有一身都是水 普通的水你跑进去 必定是一身都是水 奇怪的是 这个童子进去 瓦片拿出来 一身没有占到一点水 不会占到水 看是水 进去 不就是水 而把瓦片拿出来 全身都是 还是原来的样子 没有一点水的样子 就是那个水呀 你看起来是个水 进去 不像水 那种境界啊 是很特殊的 只有他们禅定境中 才能有这种情况 在房间里坐 入定 整个房间都是水 假如他在这个讲堂里坐的话 他必定会把门关起来 整个讲堂都变成水 他的身体 就会融成水分 整个讲堂里面 只有水 把地 火 风 三大 连空 通通融成水 还有他的根 是 都融成水 只有水 这就是我们平常看天台家的 这个有一句话说 一切法入某某 都不能超过某某 一切法入以青色 那么 所有的万法 统统变成青色 都不能超过他的境界 就是这种境界 他一切法入水 统统成为水 既然一切法认为入水 就是成为水了 那么 他在水中 融合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就是水 所以一法入一切法 一切法融为一法 就是这种境界 这么不可思议 那么 一直明白这个道理 可以知道 当时 水天 水天佛教这个月光童子 修水罐了 这个水罐修成之后 能够把身体 跟外面的水 乃至所有万法 融为一体 只有水 没有别的东西 一入定 整个都是一样 都是水 出定了 恢复原样 这就是水罐的功夫 他所成就的境界 就是如此 因此之故啊 古来所有的著书 讲到这里 都会引证 引证一些 有关水罐的事情啊 来证明说 这个月光童子的水罐 真正的事实 我们先看 看这个 原音法师的讲义啊 他这个讲义里面 这一段 他有两行多的文字的解释 这样写 在原音法师讲义 第十四卷 全部的顺序 第八八二十四页里面 第三行开始 他写说 后梁汉州 棉族县水罐河上 石寇作乱 欲入棉族 水罐河上 积作水罐 灌棉族县 全县建水 寇治 违建望阳贼国 不见陷阱 全县 人民 皆免一难 口证此义 这是 原音法师讲义的原文 他原文 举个例子说 他说 我们先顺着文字 消灭一下 他说 后梁时代 汉州的棉族县 有一位水罐河上 那个时候 因为寇就是 头灰 或者是 盘乱的人 这个 坏人呢 皇外地方的这个寇 作乱 想要入棉族县呢 来破坏 那么水罐河上 就入水罐 他一入水罐呢 就灌这个 免族县 整个县 都变成水了 只有看到水 所以这个寇到来的时候 只见到水 望阳贼国 看到免族 整个都是水 没有别的东西 不见陷阱 没有看到 免族县的陷阱 那么因此 全县人民啊 都免于这个灾难 不被 贼寇所伤害 那么这个事情 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这是讲义里面说的话 历史上 有没有这个事实 这是两种事情 两样事情 都是修水罐成就 是中国的 高僧传里面的 中国人修水罐成就的历史 不过 不过 跟这个 讲义里面 所说的 这个事由啊 由不大 一样 因此 我把这个 讲义 这个文字 提出来之后 我们接下去 要把这个 水罐 修水罐成就的 这两位 高僧 提出来 说明 然后在会和 讲义里面 说的 是不是正确啊 刚才说到 在中国佛教里 古代的高僧呢 也有修水罐成就的 记载 按照刚才 引用的 袁佑哈斯 论文经讲义里面 所引证的 这个水罐佛上 他没有标出 他的大名 高僧传里面啊 有两位啊 是水罐成就的 这个高僧 先说第一位 名字叫做法静 佛法的法 精进的静 法静禅师 他是哪里人啊 因为他没有记载 不得而知 在高僧传里面说 不知是足啊 他是姓氏 在家姓什么 是哪一族 什么地方人 那就写 只写他 住在四川的 这个棉竹县 他在棉竹县 响应山 响应山 山上有一个寺庙 叫做玉女寺 精通玉女的 那个玉女寺 这个玉女寺里面 有这么一位法静禅师 有这么一位法静禅师 那么他是修水罐的 他修水罐了 经常就在这个市的后边 有个竹林 很多竹子 后边山上竹林 竹林里面 有一个平台的石头 好像一个台子 这个平台的石头上面 很平嘛 正好打坐 他每天 天一亮就到那个地方去 在石头上 石板上打坐 那么其他的这个 灵异事情不要说 单说他的水罐情况 他水罐修成之后啊 一到那个打坐的地方 一坐下来 一入关 石板上面 他原来坐的这个人啊 就是变成一个 整套的水 人的坐的范围之内 是一个水 但是周围都没有框框 水不会溢出 就是人走到那个地方 看到这个石板上面 像这个镯子这么宽 这个四方形的 在哪里 这个水啊 很清 非常清 有一天啊 这个市里有 有些人到后边山去 捡竹子捡柴 哎 看到这个石头上 很特殊的 上面有一个水 而这个水又不会溢出 非常清凉 很干净 啊 漂亮都不得了 因此这个看到水的人呢 他就好奇啊 啊 就旁边正好有里 有这个白色的石头 捡了 捡了两个小小的白石啊 就把它放到这个水里面去 那么放进去 他就沉下去 沉在这个石板上面 看得清清楚楚 两个石头就在石板上 水里面 哎 然后他去捡口才 回去了 到了晚上 这个水罐 活上就是发尽 铲子啊 出定了 出定就是恢复人生了 哎呀 背痛 背痛 可能他放石头的地方 刚好是他的背 啊 觉得背很痛很痛 啊 可是不能不回去呢 回去就觉得一直背痛 啊 就问你们有人上山 啊 看到什么吗 哎 这个时候 那个捡裁的人就说了 我在早上去啊 看到一个石板上一堆水 哎 又不会流 哎 我看得很好奇啊 捡了两个小石子 白色的放进去 哦 他知道他这个背痛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他就交代说 他也不说话 你明天哈 明天你再去 看到这个水 水里面有两个 你放的小石子啊 麻烦你帮我捡出来 记得 一定要捡出来 不能停留啊 啊 呃 可能 常住上的人 也会有人知道这事情吧 啊 那么 因此第二天 这个捡裁的人又上去 哎 又看到这个入 这个水罐河上入罐 呃 之后的这个水 啊 一看 昨天放的那个两个 白色的小石子啊 就在这个水里面 清清楚楚 那么 水 熟着 身定去 把石头捡出来 他熟的地方 熟 身定 水里 没有水感觉 石头捡出来 水 手里没有水 看是水 嗯 那么 那么 捡出来以后 事情就没了 啊 从此啊 身体也就不通了 啊 由此可以知道 有些注决就引证这一段文啊 说这个事情 跟刚才讲的那个月光同志的事情 完全相同 啊 月光同志是他的 从 啊 这个小沙明 丢进一个小瓦砾 啊 那么因此他心痛 这里是他放进两个小白石 使他被动 啊 而捡出来就没事 那么完全一样 这是 罚禁禅师的事情 啊 其他的 有关各种灵异 不说 这个人呢 一直到 隋朝 隋朝的 隋阳帝大业十三年 才入面 那么大业十三年呢 CG的六百一十七年 CG六百一十七年入面 啊 那么 他入面的时候 究竟有多少年岁 不得而知 他文字里面没有细说 啊 这是 水冠和尚就是指这一位 而地方也是在免足 于这个 员 圆圆法师讲义里面所提的 啊 水冠和尚 没有名字 就是法禁 那个 呃 使用词典呢 佛学使用词典 水冠条项 也是指的水冠和尚 就是没有写名字 而他是引用 愣眼睛水冠的月光松子那一段文 整个把它写进去 那么就是 说明中国的水冠和尚 所成就的跟月光松子完全相同 啊 但是 讲义里面所说的 因为有 呃 道 呃 寇 就是 盘徒啊 要来破坏免足 要伤害免足 啊 那么由他入贯 看到免足 整个变成水 啊 因此就没有伤害到 这个免足的人了 可是在历史里面没有 没有这个记载 另外还有一位 因为他写后梁 啊 因为后梁应当是另外一个人 啊 另外还有一位 也是一个法治的名字 啊 叫做法聪禅师 聪明智慧的那个聪 法聪禅师 也是 不但是会修水冠成就 而且火冠也成就的人 这个人呢 在高三传里面 有名字 啊 但法名是法聪 在家姓梅 啊 我们是那个酸梅的梅啊 旺梅指科的那个梅 啊 他在家姓梅 是南洋的新野人 啊 那么他八岁就出家了 啊 那么后来啊 他就在 襄阳的陕盖上 有一个白马泉 在白马泉 那个地方啊 他建立一个 啊 毛棚 金色 在哪里 专修水冠 他开头 用工的时候 才不过是二十多岁 啊 那么 在这个 散盖山修水冠 那个时候 据说是三十二十五岁 啊 那么等到他水冠修成 不晓得多久 大概没有多久就已经成就 因为他还是在 啊 后梁时代 啊 在高山传里面说 梁的锦安王 锦朝的锦啊 锦安王来这个 陕盖山 要来参拜这个 法通禅师 他不晓得 这个法通禅师是个 怎么样的人 就是文明而来 木明而来 而来到这个 散盖山 啊 很远的地方 能望上 望到这个散盖山的 这个地方的 的时候 看到满山都是 火呀 满山都是火 啊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满山是火啊 是不是 是不是找火了 看了一会儿啊 火没有了 没有了变成什么呢 变成水 满满变变这个 深谷里面 统统都是水 活灭了 变成水 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水也没了 没有水之后 才看到这个 散盖山下面的 那个 呃 法通禅师 住的毛红 啊 那么他想要进去呀 马没有办法进去 一直往后退 啊 他知道这个不能去 马不肯进 马不肯进 不能去 就回去自己 觉得也许自己 有什么地方 我有问题 啊 那么第二次再去 又是一样 马不肯进去 因此他很惭愧 这个地方 必定是圣者 不能 以不干净的身份进去 回去呀 摘戒沐浴 换新衣 然后连马都要洗干净 然后才去 第三次去才看到 第三次 啊 第三次进去 那个水火灭掉之后啊 看到这个金色 然后啊 到里面去 啊 去拜见这个 法通禅师 问刚才的情形 为什么先火 后水 后来连水都没有 这个原因 后再呀 法通禅师跟他说 他说我呀 入定的时候 先入火灌 火 一样可以修灌 他的火灌也成就了 因为他修火灌成就 所以他入火灌的时候啊 满山都是火 他入火灌 稍微一下子 他就又收起来了 就修水灌 他一入水灌的时候 满满骨子 透出 整个都是水 等到他出定了 那么当然水就没有了 那么这是第二位 修不但是水灌成就 连火灌也成就 但是这个去看的人是啊 是锦安王 不是寇 不是讲义里面说的寇 是个锦安王 地点也不是在棉族 而是在香阳 在香阳的散盖山 那么这个地点也不同了 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去看着这个梁的锦安王啊 因为他讲义里面写的后梁 很多人误会以为是唐朝以后 梁朝锦安旧的这个后梁 不是的 相差几百年了 这个后梁是指的南北朝 南朝梁母帝之后 另外一个后梁 而这个梁 锦安王啊 也不是指那个后梁 时代的锦安王 去见法冲禅师的锦安王 那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 叫做萧刚 赵明太子是老大呀 赵明太子为太子的时候 那么第三个儿子 萧刚啊 就封为锦安王 就是锦安王 他封为锦安王的时候 就是住在这个襄阳 因此之孤啊 他也学佛 可能是闻到散盖山的 这个道场的俗身 想要去参拜 由这个姻缘去散盖山 去拜访法通禅师 那么这个梁的锦安王 是应当是还是销刚 还没有做皇帝之前 还是锦安王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到山上去建法通禅师 后来梁武帝死了 梁武帝做皇帝做到86岁 被这个皇帝被这个侯封死了 最后二十 死掉之后 那么就是接住这个地位的 这井文帝 本来就是这个锦安王 应当是指的这个简文帝 因此之故啊 书门上历史上记得后梁啊 是梁武帝之后 梁元帝之后啊 另外有一个后梁 这个另外一个后梁 为什么历史上不记载它呢 因为它是投降北位的 投降北位的 那是梁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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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由您一起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50016766 50016766 铺名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举办 八观灾界祭蒙山诗时法会 公积赞山法师 赞将法师 赞同法师主法 日期6月16日星期日上午9点 下午2点 佛学奖座 阿弥陀佛48大悦 主讲人赞将法师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控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 众山书方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狗狗行为免费矫正座谈 主讲人阿喜师兄 日期6月22日星期六 时间晚上7点至9点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建立上监控制− 军4十6 514 区域